但欧盟领袖挥手致意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0日晚间现身视讯会议 脑流手术传言不攻自破 但习近平这回亮相并不是为了辟谣 而是和欧盟透过视讯会议 共同宣布原则上达成投资协定的谈判 挥动中欧关系取得丰硕成果 双方如期实现年内完成 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预期目标 虽然谈判具体内容还没正式公开 但据欧盟官员透露 中国在协定中有望开放欧气投资 飞机制造 云端服务 汽车 金融和医疗等领域 欧盟也承诺将对中国投资者开放 但该协定层在欧洲议会引发反弹声浪 要求中国应该在人权议题和劳动基本公约上 有实质进展 否则不会轻易放行 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积极信号 做大共同利益蛋糕 各方都将从中受益 这项欧中投资协定谈判 2014年就开始进行 双方敲定谈判的日期 正好在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 德国卸任前两天 和美国新任总统就职前夕 而让德国汽车产业受贿的投资协定 无疑将成为梅克尔任内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 不过写定内容还需要通过欧洲议会的严格审查 就怕让欧盟留下为商业舍弃人权的恶民 三年星期五的论报道